命过96年6月7号 当年龟山消防分队在桃园烈油场游泳池 举办一场校季防御消防演习 邀请国中国小学童穿上救生装备 上雷台和其他人比拼禁忌 希望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他们在落水时刻体认到穿戴安全救生装备的重要性 尽管当天下着滂沱大雨 学员们依然玩性十足 手里拿着特制棒锤 戴着头盔 穿着救生衣站在雷台上 使出浑身结束要把对手给推下水 而左推右推 陆续有人重心不稳被推下水 或是被集中而掉入水中 努力争取团队禁忌的最高荣誉 当年时任消防局第一大队副队长表示 每年夏季是细水旺季 也是溺水意外最容易发生的季节 其中国中国小的学生更是意外的高危险族群 因此当年消防演习也以他们为主要宣导对象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这些溺水意外的高危险族群 亲自下水 了解安全救生装备和自救方式的重要性 希望能借此加深安全细水防护的观念 避免悲剧发生 既有组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